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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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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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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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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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能够这样做得到就是菩萨第28个行词了。 这就是菩萨第28个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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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菩萨第29个行词。 这就是菩萨第28个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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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菩萨第29个行词。 这就是菩萨第28个行词。 菩萨第29个行词。 这就是菩萨第29个行词。 这就是菩萨第29个行词。 菩萨第29个行词。 就是菩萨第29个行词。 就是菩萨第30个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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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要成佛 我們必須具有這個般若波羅蜜多行詞 因為只有具有這個智慧 才能夠我們希望得到正得知道 我們本來的心性 即是我們這個佛性 所以我們應該修持這個般若波羅蜜多 以及加上修持其他的五種般若波羅蜜多 菩薩的第三十個行詞的解重就是 如果沒有般若波羅蜜多 而行其他五個般若波羅蜜多 即是說 如果沒有修這個智慧般若波羅蜜多 而去行這個布施慈戒 忍辱 精進和禪定 是不能夠真正的證得到 圓滿正等正覺 即是聖佛 所以菩薩的行詞就是 具有其他五種波羅蜜多的善口方便 而再加上修持這個三輪體空的智慧的波羅蜜多 而是菩薩的行詞 三輪體空就是 當我們行做一件事的時候 沒有這三件事 即是說 能做一件事的人 所做的事和事件的對象 即是如果我們報師 沒有我報師的人 以及沒有接受我報師的人 以及沒有報師的一件物件 如果能夠做到三輪體空 這個就是維修三輪體空的智慧了 無論我們行其他的五種波羅蜜多 都要具有三輪體空的智慧 這才是菩薩的行詞 我們開始練習 有時 很多時 當我們有各種各種各種的想法 進入我們的心 這裏造成很多疑惑或疑惑 在我們身上 有時 可能我們不能找到一個答案 因此我們開始疑惑整個佛羅蜜多的教育 我們必須知道我們 我們不得到百分之一 我們不得到百分之一 賀知識的半分之一 那必須有理由 如果我們不得到完全知識 某些教育 我們不得到這裏解答案 所以這培法法 第31 這裏提示 要是 拒絕疑和疑惑在你的心 而是當他們發生 by either finding a logic answer yourself or by taking the guidance of a teacher. Now, as a practitioner, the external appearance that we have becomes very important. Once we have started practicing, we might, for another person to look at, possess the figure or the appearance of a practitioner. Either you are sitting cross-legged in a meditative posture or while traveling you might be chanting a mantra or even the monks and the nuns who wear a robe or even if we wear what is known as the mala or the rosaries or we are doing that, for a person who is observing you and does not know about the Buddhist religion might wonder what you are doing. So in cases like this, it become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observe strict discipline and know our mistakes and shortcomings so that the person who is observing you does not doubt or criticize your appearance as well as the whol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herefore, when these kind of different confusions and thoughts arise, it is essential to observe these thoughts, not only observe, but to clear them either through a logic answer or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a good teacher. because we do not practice Dharma from the outer body alone. We practice through our mind mainly. So observing and clearing the confusions from your mind is very important. So one must always examine and investigate this state of illusion or confusion and give up or clear or abandon these kind of confusions, which is the practice of a Bodhisattva. The following as the 31st, that is the following. It is the truth that is the truth that we are taking into and want to check upon our path, and to check upon our path, and our path as we are alive. When we first walk up, when we started to realize that we have a lot of o mourning, 從我們心中生起的 由於我們這個迷茫心 使得我們的心很亂 亂到有時 甚至雖然說我們在學佛 但是我們對於佛法 因為我們這個迷茫的心 甚至有時對於佛法 都會生起懷疑心的 如果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就不太好 所以要檢討我們自己 尤其是要檢討我們自己 對於自己的妄念是很重要 這個第三十一個解重就是這樣說 對於自己的迷茫 和自己所作的一切的錯誤 不謹慎的去思維 不自我的檢討 雖然在外表上是修行佛法 但是也可能會作不宜法的事 所以對於自己的錯誤 自己的迷亂迷茫 經常不斷地自我檢討 以及思維之後 而斷除它是菩薩的行詞 這樣就是我們應該從上司 或者是我們的善知識說 得到他們的勸導 或者他們的指點 使我們能夠將我們的行為改變 我們的思想改變 向依善 向依佛法那邊去 因為當我們修詞的時候 雖然說內心是很重要 但是外表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給一個譬如說 好像我們出門 或者我等著巴車 或者我坐著巴車 我心中念咒 或者我手拿著諸念咒 或者我觀賞等等 這樣對於那些不是佛教徒 他們就覺得你的行為好像很怪 那如果 不知道我們所做的是什麼 那如果呢 我們能夠時時檢討自己的行為 能夠時時去思維 下我們所行的一切 那檢討下我們的 心起的一切念頭 那我們就能夠將 這樣我們所作的呢 能夠作得如法 即是能夠作得正確 不會被人誤會 甚至是不會被人誤會我們佛教的 由於我們的行為而誤會佛教 那所以 行一個菩薩行呢 就是要時時對自己的錯誤 自己的迷惘心 經常不斷地自我檢討 念起的時候就要開始檢討了 那麼 而斷除這一切的迷惘 這樣 這個呢 就是為菩薩的第三十一個行詞 而是 五個零嘴 五個零嘴 或者他們 五個零嘴 那些零嘴 神經常不知 我们 Hasan Science 偶尔地知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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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一些生日的不但但因此做到这个 childhood不太懂名不懂因侥伤这事 而是因为能力的感动感受较更加强烈 在这种程度我们开始传达犯评论 或者如果一个人你评论有这些疯狀 我们评论这些疯狀 评论我们评论这些疯狀的疯狀 所以在评论和评论这些疯狀的疯狀 这些疯狀也评论这些疯狀 这些疯狀的疯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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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的疯狀 这些疯狀的疯狀 它只会伤你 贯狀的疯狀 在同时的疯狀 这种疯狀的疯狀回来 是你 这是你 这些疯狀 或是有所谓的疯狀 有所谓的疯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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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疯狀 那些疯狀 有所谓的疯狀 有所谓的疯狀 这是一由 有所谓的疯狀 的疯狀 心是很強 使我們在心中 時時生起五毒的煩惱 即是貪親癡 妒忌心等等 五毒的煩惱 使我們有時猶疑 或者無意間 批評人家 尤其是對於修菩薩行的人 或者是出街的人 即是彼優靈也好 彼優也好 甚至有時對上司 轉世活佛 我們有意無意地批評他們 講他們的短處 講他們的缺點 他們的過失 如果我們這樣做 就是降低我們自己的人格 以及污毀 染污我們自己的行為 使我們的惡恩增加 菩薩的三十二個行詞 就是這樣說 由於煩惱力 使我們去議論 或者是講他人的過失 尤其是講那些修菩薩行的人的過失 即是說 如果他們 萬一他們當中是一個真真 是一個菩薩來的 那時候便使我們 污毀了我們自己的行為 以及使我們的惡恩增長 所以菩薩第三十二個行詞 就是教導我們 沒有講說 沒有去議論 那些已經進入了大盛道的人的過失和缺點 所以我們在其中的訓練 因為對抗力 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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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随时变化 如果会来予及时 格水平venir 每一步的这个金融业 你能找到自己的身份 是非常好 要知道 要知道 要有很強烈的情感 或者要有其他人的情感 是不可能 那些人不感激烈 或是其他人的情感 如果我们看自己 outwardly 可能是很可能 你能找到自己更好的人 但同时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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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事情 如果你有多想念 你如果想念一下 你有多想念 有多想念 是 要保持各种欠缺 或者负责 或负责 或人 中间 保持 的感情 或者 更多 人 或者 人 比你更高 and this is the practice of a Bodhisattva 尤其是這個妒忌心的煩惱 如果我們時時對人生是一種妒忌 我們本身就會得不到別人的恭敬 得不到別人的支持 以及我們的權威會失去 甚至是我們的心的安寧都會失去 因為我們時時心中都有一種妒忌的心 在那裡擾亂我們 那菩薩的第三十三個行詞 就是教導我們 他說 由於我們希望別人供養我們 恭敬我們 恭敬我們 要跟別人爭 我又怕別人沒有恭敬我 沒有恭敬我 那你又怕別人恭敬別人 恭敬別人 恭敬別人 那麼你就起了一種妒忌的心 那就彼此呢 跟那些 師兄弟啊 或者是那些親戚朋友啊 互相爭執了 那就使到我們的民思修三位呢 的修行呢 那行詞呢變成了退減 這樣對於朋友 家庭恕主 或者是我們的家 我們也都不要 要貪念 不要去貪人家要供養我們 貪人家來恭敬我們 沒有因此 來對別人生氣 一個妒忌心 如果能夠斷除這些 一切這樣的心呢 就是菩薩的第三十三個行詞 因為那些話會 很難受到你 那些話會 因為 厚話和壞話 對別人 很難受到別人 很難受到別人 在其他人的心裡 也不給你 好難受到別人 因為那些話會 那些話會 那些話會 被困難受到 但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那些話會 的性格 在你 的性格 會發生 的心 又 又 又 所以 厚話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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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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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r 駛 駛 駛 因為由於我們口中所講出的粗言惡語 會使人家的心很煩躁 因為這些惡口就像一把利刀一樣 比一把利刀還利 雖然它只是聲音而已 是沒有形的 但是會割到你的心很痛 很傷人的心 不單止傷人家的心 而且同時也使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自己是愛修菩薩行的話 就使我們修菩薩行的這個品行 退減了 退壞了 你修菩薩行的品行退減退壞 要補救就不容易 所以 菩薩第34個行詞就是教導我們 要斷除死他人不銳意 不愉快 的粗言惡語 就是菩薩的行詞 謝謝 谢谢观看